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oint of face 到底是什么 他有两个档案 我们要下载这一个 好这边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下载的档案 接下来要下载的是这一个档案 point to face 两个档案 好那大致上应该这边都下载完了 blender还没完 blender还是比较大 好这个东西我把它解开 就解到这里就好 另外这个也是解到这里 好然后使用的时候呢 我把这个.en去掉 好那这样就给了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东西 小画家可以直接画在萤幕上 然后呢 就是他不用视窗 他到处可以画 ok 那你可以画比如说这样 然后画圆的 然后你可以改成黄色对不对 改成蓝色 ok可以用键号的 好然后呢 可以这个是什么 橡皮擦 好那有圆有双键号的 还有可以打字 好那这就是point to face 那你还可以把它存档 或一列印或回到上一步 然后可以room in room out 然后丢到垃圾桶 复制到剪贴板 那我把它存档一次 好那你就可以在 刚刚那个地方看到它了 就是我的文件这边 那它出来会是怎么样子 现在我这样子 我不能再按开始了 我要先把它关掉 才可以再按开始 这是一个操作上场的误会 那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好 好那这个我觉得 对我们上课非常有用 对一个在电脑教室上课的老师而言 这套软体太有用了 好那这就是我们的point to face 那简介完毕point to face的用法 好那我们先暂停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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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